一句俗话说 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 的确,每一个人都希望受到别人的敬重 都希望能够爬上最高的巅峰 功成名就,扬名万事 虽然功名和成就是激励人们向上奋斗的力量 可是呢,这也会引起人跟人之间的摩擦 甚至呢会引起自己内心的冲突 那么究竟人往高处爬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就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我们人呢 也是一个自然现象 所以自然现象里头有动物的自然现象 和植物的自然现象 动物和植物 要生长啊,它是一定往上的 还有呢,往前的 当然呢,也有不是往上也不是往前 还有往下的 只要有地方可以钻的 有便宜可以占的 有利益可以追求的 那不一定是向上的 所以这是啊,想要为了追求 自己的一个自我的成长也好 为了追求自我的生存也好 也为了追求自我的虚荣也好 都会啊,跟同类之间啊,有竞争的 我们看到进鱼缸里的鱼 你放下这个耳进去的时候 那个鱼啊,都是争先恐后的在抢那个食物 一定是这样 但是食物在水面上没沉下去呢 这个鱼统统到水面上来争 如果食物已经到了下边了 在水里边呢,已经往下沉了 这个鱼就不在水面上了 就跟着那个食物在哪个位置大家抢了 还有呢,我们看到圣灵里边的 树木,以及呢,平原上的草 他们呢,为了要吃露水 为了要得空气 他们呢,都是拼命地把头伸出来 能够得到更多的露水 得到更多的空气 如果森林里边呢 被所有的大树摘起来的小树 到最后这个小树怎么样 就枯萎而死 草也是一样 如果草丛里边的小草 吃不到露水 得不到阳光 没有空气 它也会死掉 所以我们为了 人的为了追求生存 它必须要有一种 往上,往前 或者往空气的地方 或者是往它有力的地方 去发展,去生存 这个是人的本能 如果仅仅是植于词 可能呢,就像西方 达尔文讲的 无尽天真 实者生存 那就是说 这个无的 就是不管是自然 我们的界的动物 植物多好 都是啊 从竞争之中啊 要求生存 我们看到做笋呢 如果一块石头压起来 这做笋呢 可能从另外一个方向啊 钻一个弯呢 它从那个石头缝里面 也会长出来 那表示说 它是要求生存 一定是这个样 所以我们人呢 基本的一个条件 就是要求生存 要求发展 这是正常的啊 可是呢 人还是人 人不是窝 不是动物 不是植物 它里面呢 一定有啊 不同意植物与动物的呀 优点和长处的有在 那就是说 是精神的 所以精神的是什么 精神的往往啊 一般的人 把精神呢 解释或者是寄托在啊 有形的 有形的财产 有形的地位 有形的名望 有形的实力 上面呢 把子机扩展了 子机每一个人的身体 最高 谁有两公车的吧 大概很少 所以一公车八 一公车九 两公车是巨人的 就这么大 这个块头大 有没有五百公斤的人啊 太少了 那有两百公斤的人 这个已经是不得了 普通的人只有七十多公斤 八十公斤已经是不错的 像我这个身体只有四十二公斤 但是呢 身体虽然这么小 为了子机啊 膨胀自己 所以用什么来膨胀自己呢 用民来膨胀自己 用地位来膨胀自己 用权力来膨胀自己 用啊 种种的势力来膨胀自己 说哎 我的这个力量好强哦 我只要打一个电话 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人都听我的 我只要讲一句话 多少人多少人呢 会帮助我 协助我的 我做样什么事 什么什么多少人多少人 会啊看到我的 这个都是自我小的我 把他自我膨胀 自我的夸大 这是一种什么性 这也是啊 求自我的什么 自我发展 自我生存的 同一个原则下发展出来的 这个还是动物的本能 一只狗在家里面呢 一个人的家里面养的狗 这个他看到另外的狗来 一定会咬他 这个小狗看到外边的大狗来 也要干咬 还有小鸟 在哪个位置的小鸟 有另外的鸟 跑到这个地方 那个小鸟也会 也会跟他斗的 他要保护自己的地方 他一定跟人家有所振折 那子鸟的地方 可以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这个是膨胀 那么这是物啊 这是动物和植物啊 可是我们人呢 应该超越以 更高于动物和植物的 这种这个成长 因此作为一个菩萨 一个佛 作为一个佛教徒 有的的确确确 相信子鸟 有因果观念的人 和相信子鸟是一个佛教徒的话 要学菩萨的精神 菩萨不一定要有名 我们只要有影响力 这个影响力不一定是直接的 见记得也好 直接得也好 有名 无名 有形 无形 看到 看不到 只要有贡献就是好的 这也是成长 所以我们呢 人应该要成长 没错 凡夫希望成佛也是成长嘛 但是不一定要有名 我想这个观念非常清楚 我们是不是就是仅仅停留在 这个动物的或者植物的这个层次呢 请大家想考虑一下看 请不吝点赞